全世界都在封心創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创业 做的成效又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贾伯斯 他在自家的车库里 成立了苹果电脑 现在在台大也成立了 专门扶植学生创业的车库 资源共享 房租还能免费 培养了不少创新的团队 他们现在纷纷出来了开设公司 包括男生卖穿搭 一年的营业额可以高达百万元 另外你可以看到 电子商务卖娱货 有看过吗 看准这一群有创意的年轻人 这次小米旗下的公司 还特地来跟他们会面 表达投资的意愿 当这样不行 我帮你改造 经过造型师改造之后 走的是英国绅士风 宅男瞬间变形男 再换上另外一套也很有型 而且这身装扮还有一套 衣橱管理软体 进入客户身型 定期搭配适合衣服 避免重复性 那我不太喜欢逛街 然后穿搭那些知识 其实我真的看不懂 他说我直接来这边 我站在这里就有人帮我搭到 这背后出点子的创业团队 可是大有来头 他们来自台大 专门扶植学生创业的车库 这个平台能资源共享 房租免费 受到车库扶植 他们成立传达公司 创业初期从一个月3万营业额 到现在有了实体店面50万收入 成立一年多 平均年营收就能破百万元 之所以会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创业 基本上是比较需要实体店面的 所以我们才会从车库里面 就是外移出来 一条新鲜的鱼摆上桌 不是拿来吃 而需要帮他拍美美的照片 放在网路上行销 等到客人下定 再真空包装出货 这是另一个 也从台大车库出来的团队 选择用电子商务行销鱼货 过去传统的中盘商 批发鱼货给市场小贩 现在是消费者 直接向网路下单再出货 省去库存成本毛利 暴增5倍 猎豹一动的那个董事长 附胜就来跟我们面对面座谈 然后他其实就是 对我们这些创业团队 台湾的创业团队非常有兴趣 就连小米旗下子公司董事长12号 也跟车库创新团队会面 标达投资意愿 看准这群有创意的年轻人 能开创市场新趋势 带来大商机 记者陈清顺 邱子玲台北采访到